香港的抗共行动升级 而中共政坛的震撼弹则是一波接一波 继中共军头徐才后落马之后 紧接着就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三任秘书 被宣布开除党籍 纽约时报今天就预判了 说中共即将要宣布周永康的罪行 怎么解读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周永康昔日的秘书纪文林·虞刚 和曾经的警卫谭红 7月2号同一天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三人被列举的罪名几乎相同 就在三天前 周永康的政治盟友 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以及周永康的盟友或者旧部 蒋洁敏 李东升 王永春 也是同一天被宣布开除党籍 据多家外媒证实 周永康去年12月被证实双规 家族涉嫌贪污金额达到千亿 但外媒报道说 令中共当权者决心铲除其势力的真正原因 是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后 曝光了其政变密谋 周永康被双规调查至今八个月 案件迟迟没有拿上台面 政治黑箱中 黑幕重重 今年六月 法国媒体引述消息来源说 周永康被控制后 首先交代的就是和曾庆红的政变图谋 中国的政治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权力的应付关系 周永康他的后台当然是江泽民 那么当然周永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会把江泽民和上海帮排出来 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想得到帮助 但是习近平他的上台的权力基础 是远远超过上海帮的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是有可能忽略江泽民的呼吁的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